大家好我是杨阳 一个爱打游戏的摄影爱好者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 一千出头的F0.95光圈定焦镜头 名降50毫米 专业摄影烧到极致会是什么 有的人会说退烧了 手机随便拍开就行了 有的人则会将器材烧到底 尤其沉醉大光圈虚化的烧友来说 F1.2的定焦还谈不上真正的发烧 F0.5的大光圈镜头才是他们的终极梦想 目前能在消费级产品中买到的最大光圈定焦 就是F0.95了 不过对于黑土豪用户来说 在看到各种大产的定价后 也就自然退烧 平民用户就只能渴望而不可及了吗 动人如果没梦想 那个闲鱼有什么分别啊 梦想还是要有的 而且国产镜头品牌就能帮你实现这个愿望 尤其是APS-C用户来说 名降就有一款售价不到1200元的50毫米 F0.95光圈定焦镜头 帮你满足超大光圈的追求 整体体积虽然小巧 大拿在手上掂量时会发现用料十足 重量约为430克左右 镜身和镜头盖都是金属材质 抚摸起来有一种高端金属的品质感 设计思路上与莱卡Nautilax M50毫米 F0.95ISPH更为接近 不只是金属表面 镜头上的光圈和对焦距离刻度也是自己清晰 并透露出古典镜头的韵味 而在实际使用中 虽说由于镜头没有自动对焦功能 会让拍摄操作上颇费一般周折 不过手动对焦 却也能让拍摄体验充满了摄影仪式感 秦怀党绝对能够收获满满 当然即便是手动对焦 也不必完全就靠缘分才能合焦 相机中的峰值对焦和对焦放大功能 同样能让我们在手动对焦的过程中 确保焦点是否清晰 熟能生巧后 对焦速度的影响也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需要注意的是 名将这颗50毫米F0.95 采用了有极光圈设计 转动光圈环时段落感较强 不看光圈环光听声音 也能从大体上辨识出当前的光圈挡位 同时 这颗定焦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为0.5米 5米以上近无穷远 在整个对焦过程中 没有出现类似变焦效果的呼吸效应问题 对于拍摄视频和多帧合成以及拼图来说 能减少许多麻烦 厉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画质和色彩表现 F0.95的大光圈虚幻的确非同反响 尽管等效全幅已经有75毫米较短 但样张看起来 却有135毫米 F1.8这类的空气切割感 人物主体和背景分割相当明显 但镜头在光圈全开时 锐度不高 对于想要放大细节水毛的摄影来说 还是会有些失望的 更不要说收光圈拍摄 收光圈的话 为啥不选50毫米F2呢 而且在直出画质上看 这颗镜头的色彩表现较为寡淡 不过要是富士相机用户的话 也可以通过胶片模拟 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 当然也可以通过热文件后期深度加工 来填上这个短板 另外这颗镜头光圈全开时的紫边并不明显 这算是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白天的拍摄只能说明 这颗镜头的虚化表现十分强劲 但在夜晚或昏暗的室内环境中 它的价值才真正凸显出来 以往在这类场景中 需要借助补光灯或者闪光灯进行补光 或是通过三脚架进行长曝光拍摄 才能获得较为纯净的夜景照片 但在有了这颗F0.95光圈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手持相机 光圈全开进行拍摄了 由于光圈很大 因此ISO也不会飙得很高 从而变相地降低了照片的噪点 夜景照片的背景虚化中 光斑的表现尤为重要 不过有些遗憾的是 明降50毫米F0.95 在多数场景下的光斑 呈现不规则的形状 但是对于初次品尝F0.95大光圈的用户来说 这样的虚化和光斑表现 还是相当令人震撼的 综合来看 明降50毫米F0.95定焦镜头 让大家能够以1000元出头的预算 体验到极致虚化的美感 是个不错的摄影工具 承认它是一颗残腹镜头 没有自动对焦 并且色彩和锐度细节上都有所欠缺 但它也有着足一份的性价比特性 如果手动对焦和后期技术娴熟的话 有些缺陷也能进行弥补 真的可以尝试一下这颗镜头